新竹县竹北市的A加7社区 每年不定期举办公益活动 今年10月份来到位于宝山乡的蓝天家园 这里是天主教设立的中途之家 安置了徘徊于法律边缘的17位男性青少年 A加7社区并预计协助他们 规划明年的单车环岛 把一些可能高中险的小朋友送到这里 对就是被决定判断说 他不适合留在原生环境的孩子 他就会被决定到安置机构来做安置这样子 那一次安置的有什么规范或时间吗 规范的话像法院的话一起是两年 一起两年 对 然后就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只收到国中毕业 高中的话可能明年才开始 因为开始有它的趋势会开始走向 高中也需要安置的情况 我们其实以前都只收国中生 那今年的话收蛮多国小的啦 然后明年的话开始可能会收高中啦 所以我们那个年龄的范围开始 因为社会的需要开始变大了 OK那我们在我们机构里面还需要什么样的物资 或者是你们会举办什么样的活动需要 希望有更多的捐助 近三年我们家园开始有 每年环岛一次的活动 一年一次的环岛 今年也完成了 今年是第二年 然后其实一开始这个环岛活动 是一个智商师引进我们这些运动啦 然后开始找一些资源去募集跟借一些脚踏车 是 然后像第三年之后可能有些 个人装备需要钛换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需要一些啦 因为像脚踏车的一些个人装备 它其实单价也偏高 跟可能衣服的话还是会有点差距 那不过当然就是可以沿用 它可以沿用个两三年这样子 像今年明年的话就刚好遇到可能会要钛换装备的一个状况 可能会比较需要一笔外面的捐助这样子 那你到时候再把那个账号再给我们 好 谢谢 那到时候我们会打在底下 OK 谢谢 好 谢谢 阿本新竹报导